欢迎朋友们召集说事 上期节目我们主要聊了进行肺移植手术前年后后的费用问题 今天我们来聊聊进行器官移植各种保险如何赔付这个话题 有人说我买了这个保险买了那个保险 每年买保险花了上万块钱 就算进行肺移植这种手术我也不怕 那么今天就带大家看看保险赔付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首先我们先来聊聊进行器官移植重极险如何赔付 重极险当中的器官移植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第一是移植器官只有心肝肺肾这四种 移植其他器官是不能使用重极险赔付的 第二就是一体移植 也就是说必须是别人的肾别人的肺移给你 如果自己的左肾移到右边不予赔付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就必须是已经实施了手术 如果只是确诊 但是最终没有等到捐献的器官 没有正常进行完手术是无法赔付的 有人说重极险一次性赔付 买100万保额一次就赔100万 但是这三个条件当中难免有不符合 或者说出现意外的情况自在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意外险如何赔付器官移植 顾名思义意外险肯定是发生意外事故后才赔付 通常意外险不会直接赔偿器官移植的费用 但是281项伤残项目当中有跟器官有关的 会进行不同程度的赔付 在这里咱举几个例子 如果心和肺一起移植的话 或者说左肾右肾同时拆除 是鉴定为一级伤残的100%足额赔付 如果有一侧的肺全部切除 鉴定为4级伤残 70%保额赔付 虽然不是100%所有器官移植都赔付 但是只要器官切除就能赔付 适当的意外险还是要有的 毕竟谁都不知道每天和意外究竟哪个先到 相比较重疾险和意外险 医疗险的赔付条件会更加简单 也更加人性化 很多百万医疗险只要进行了器官移植手术 就可以获得赔付 不需要规定究竟是哪种器官 还有一些医疗险的产品 可以给客户垫付医疗费 也就是说器官移植前符合条件 就可以先拿着钱去进行手术 不需要等到手术之后了 很多卖保险的都跟客户说 这个医疗险多么多么好 买了就放心了 但是大家自己还是要了解透彻 看清楚各类赔付的要求和标准 比如很多人需要器官移植后 进行抗排疫的治疗 有些医疗险的特殊门诊保障里面 就不包含这一条 这笔治疗费每年可以高达上万 所以买这类保险的人一定要细心看 最后再来简单的说一说 受险赔付 受险对于家庭来说相对比较好 比如一些进行高危工作的人群 如果自己因为疾病或者说意外生故 家人拿着理赔金 也可以有一点生活的保障 进行器官移植之后 人的寿命一般都会比正常人要缩短 时不时还会生病 所以受险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保障 保险能赔付 但是也不是所有都能赔 大家在购买保险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不要盲目 而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 爱惜自己的身体 这比任何保险都更管用 今天的问题咱们就聊到这 下期我们着重跟大家讲讲 工伤保险的赔付问题 如果您有什么疑问 还是希望大家能跟我们留言互动评论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吕修士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下期营 这个是最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